好 現在是放飯時間 先喝杯熱朱古力 大部份的公立醫院職員餐廳 都是飯亞美食的 即是大家 不要以為每間醫院吃的東西都是一樣 只看餐牌都高下立見 第一站我們來到東區醫院 終於有飯吃了 這些香蕉挺好看 但那些飲食的飯是沒有蛋的 正宗廣東菜 半備修 這次來到聯合醫院 西領雞 然後加個中湯 對 最喜歡吃檸檬 好酸 人際原來是沒有餐廳的 結果要出去吃 要換衣服才行 好酸 為何人際要沒有餐廳 壞鬼 四十多元的飯 真可憐 今天剛好預訂大聯賽 沒有男朋友 我們選了美心 幸好大型聯鎖店會壓榨員工 大聯賽一必要上班 好像醫院一樣 哈哈哈哈 今早呢 幫我拍攝 換片 有個 stool foot 整張床 浸了糞便 吃飯也有那種糞便 還要洗傷口 那劑糞便 浸了在腳的傷口 下半身全部都濕了 今早呢 很冷 我戴著手套 撿了一拋 浸了糞便的床單 我覺得這隻手很亂 我竟然有點喜歡了那種感覺 哈哈哈 哈哈哈哈 記得訂閱LINEUP 來到瑪嘉烈醫院的餐廳 穩陣起見 叫個焗豬扒飯就沒有死了 暫時吃過最頂的公立醫院餐廳 相信就是瑪嘉烈醫院 離境大樓了 注意兩間是不同的 看看餐牌多少東西選 同樣是焗豬扒飯 這個焗豬真的是零食豬 哈哈哈 來到一間私家醫院的職員餐廳了 今天好不幸遲了放飯 一時半就已經賣完午餐 麻煩我想問著有些什麼 食物 南瓜湯 灑菜菜 那些呢 鹹茶那些 鹹茶有 不過眨眼看下去又貴又不飽肚 餐廳還說標榜吃齋 姐姐選什麼好啊 烏冬 日本真的有這些烏冬吃 當我以為HA那些餐廳很差的時候 原來還有一間更差 噢 金蚌豬沒有膽好吃 說這麼快就到尾聲了 在Youtube 按去拉姑娘院日常 這個playlist還有整個系列 讓你慢慢看 如果我想知道更多關於護士的東西 就記得Like我Facebook Follow我Instagram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Facebook 按搶先看 Youtube 按平安鐘 那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條影片了 至於 為了 maxim